欧洲疫情延烧堪称是全球的重灾区 有许多国家锁国封城 人民的生活该怎么解决呢 食物从天而降不再是神话 尤其是在冰岛爱尔兰疫情全面失控的情况之下 当地无人机早就发展成了运送物资食物的工具之一 而这次是否会派上用场呢 而意大利全国封锁 有居民找了许多理由出门 像是去捡头发 去提款 去遛狗之类的 让市长忍不住的暴气标骂 不过要怎么样顾及毛小孩的需求呢 地中海岛国赛普勒斯有一个国民 他非常的严肃 隔离检疫 他干脆就出动了无人机来遛狗 而反观台湾 2020年3月31号 无人机的法规就要上路了 在未来势必会有所限制 只是面对了疫情来势汹汹 如果不幸发生在社区的感染 台湾的无人机能否也能成为防疫的最佳助手呢 在米兰市郊高通300英尺 以飞鸟的姿态飞翔 锁上城门的意大利 高速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 无人机捕捉这历史性画面 其实他们做的还不止如此 在赛普勒斯的街道上 一只毛小孩独自逛大街 仔细看千绳飘在半空中 竟然是细在无人机上 镜头一转原来主人在这儿啊 站在阳台上拿着遥控器 远段遛狗 这段影片在脸书疯传四万多次 上头还写着 隔离检疫第五天 安全留在家 但也别忘了狗狗的快乐 现在我要带着我们家的狗去散步 对许多意大利人而言 疫情算什么 狗儿子比较重要 尽管意大利政府锁锁封城 全民遛狗遛起来 市场忍不住开骂了 因为很重要 所以说三次 不过意大利人爱狗成吃 与邻近的西班牙 都允许国民外出遛狗 因此有人脑筋动得快 在网路上出租毛小孩 让民众能借记遛狗 透透气 这位老兄更夸张 拖着一只玩具狗 假装出来散步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最后还是收到警方一张警告 还有恐龙载遛狗 哦不是 是四主怕被传染 穿着恐龙装 牵着狗儿子 一起上街趴趴走 但更奇葩的狗主人 是他 民众直击一只小狗 在蹄龙旁闲晃 突然间包包飞了起来 原来是狗主人 打了个pass 狗狗赶紧钻进去 紧接着整个蹄龙 慢慢升空 四主不能出门 就透过这个方式 让爱犬好好放风 狗狗上下垂降 无人机也能代劳 更重要的是 空中盘旋的机械铁鸟 渴望成为 人类防疫的 空中救援队 西班牙全境封锁 警察操控无人机 四处广播 提醒路人 快快回家 欧洲无人机应用层面广泛 在对抗疫情蔓延时 也成为最大力气 DHL还有UPS 他们在欧洲 其实都有做一些测试 那我知道的是像德国 他们有送药到离岛 防疫期间一旦必须隔离 无人机不但能递送医疗物资 运送食物也没有问题 食物从天而降 不再是神话 并到了电商业者 在2017年就取得 无人机飞行执照 并且开发全自动化的 无人机送餐系统 目前冰岛业者 在首都雷克雅维克 开放食物条 指定运送路线 最快四分钟 就能将食物送上门 美国老字号外送平台 也计划推出无人机送餐 目前也通过了 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许可 配合法规展开测试 预计2023年就能升空 那目前的法规来讲 其实大家的速度差不多 台湾也算是一个 稍微比较快的国家 那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 管理上的差异 黎志钦教授 是台湾的无人机先驱 早在二十几年前 就投入无人机研究 我大学硕士博士都是在 乘搭航台 我本来很想去搞拍了 但是我家里的人就反对 放弃了飞行梦 转个弯 一头钻进了无人机领域 如今组了一个团队 致力发展台湾的无人机产业 整个团队从硬体到软体 全部MIT自行打造 过去我们做了一个软体 叫Sky Sentry 就是你民航局告诉我们哪边 机场附近不能飞 它的范围多大 然后它的限制是什么 我们都把它做在软体里面 那很清楚就是我现在所在地 到底能不能飞 二零二零三月三十一 无人机新法上路 黎知青教授也曾多次被邀请 参加中央与地方会议 协调法规制定 因为台湾的法规把它定成说 400英尺以下给地方政府来管 那欧洲那边其实像 有一些法规还是有不一样 比如说英国他们是准许业航 可是在台湾的法规 现在是不行 未来台湾的无人机飞行范围 将受到严格限制 不仅是个人玩家或是法人机构 都必须持有操作证 像开车需要考有驾照一样 才能上路飞行 而负面表列的禁飞区域 得有充分理由 透过申请才有可能放行 整个社区需要被隔离的话 这个也算是急难 那这个属于急难事情的话就可以 当时的指挥官 他可以认定说可不可以起飞 但是说一般的假话就是要申请 其实台湾的无人机 应用在偏向地区吊挂医疗物资 早已行之有年 在阿里山上面运送蛇毒血清 在医院跟相控所之间去做传递 这样是目前来讲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也有存在的价值 那其实在医疗上来说 无人机未来是蛮有潜力的 如果说真的很不幸的社区感染爆发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无人机当然就可以用来取代人力 若是应用在替居家检疫的民众送餐 同样没有问题 这个无人机作为这个快递的这种可行性 是必然的趋势 现在问题在于它续航力不够强 大型无人机每趟飞行最多二十分钟 能挂多重能飞多远成了最大考验 但更重要的是政府新法上路后 能不能兼顾产业发展 成了台湾无人机产业 能否继续升空的最大关键